我说这个车出现充电以后整个车它没有功能 那我们就把后面的这一个插头进行一个调整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一个电瓶过来的红线这个插头 电瓶过来红线这个插头 然后把它拔掉 然后把这一个过流器 这个过流器 然后拔掉 然后再插着这一个针电瓶过来这一个红线上面 插上去 这一个不用管它 这个插头空的就不用管它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车出正常 对 这什么 我